大家好,这次带来一个GPD-Win3运行战争机器5的一个测试 因为战争机器5自带了Bunchmark 所以就通过跑Bunchmark的形式来表现 看一下它的表现 首先也是先从最高的画质,就Altra画质开始进行测试 因为游戏是放在外置的移动硬盘上的 所以这个功耗比放在它本地的硬盘上要大一些 游戏一开始大概是在30帧左右 然后这些血药物一多出来就会降到26期 好 行 好 行 行 行 咱们再降低一档 设置看一下 降了一档之后流畅度就提升了不少 一开始大概有接近40多50帧的这个速度 这些烟尘爆炸场景也是在40帧左右 然后再降一档看一下 现在是中画质 已经到了50多帧 帧就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看起来画面的效果确实有一些变化 光影方面有一些变化 变成的效果该有还是有 在这个中效果下 现在已经到了60多帧 这个速度已经足够流长的玩了 因为我这个GP更新了一版BIOS之后呢 多了一个风扇的静音模式 然后我现在是用这个静音模式玩的 这个静音模式还是相当不错 能够把这个温度控制带 这个能够在控制25瓦的这个功耗都可以控制住 同时这个噪音非常小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最低效果 可以看出现在就是这个风扇的声音非常非常小 几乎都听不到 我感觉现在的这个风扇的噪音好像比Switch超频之后的那个声音还要小一点 如果是在那个桌面的环境下 现在这个它这个噪音就是几乎听不见的 最低效果呢 就可以稳定在50人以上了 然后画面非常流畅了 看起来 但是这个很多效果都没有了 这个就真的是变成了从这个 这个这个XBOX ONE的级别的游戏 变成了XBOX 360的游戏 好了 好了 我会重新的游戏 然后再说 我们就在转发了这个音乐 如果我们让我们下转发了这个音乐 就在转发了这个音乐 我会重新的游戏 我会重新的游戏